我今天来一个比较low一点的啊 咱们不来hold我们的鱼了 鱼这个事请你去阅读这本书啊 他们来前面这个鱼的对吧 这个这个咱们讲讲这个捞鱼的这个事 咱们该怎么样做 这个给大家一个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在Rome当中 这个写在写先是怎么做出来的 今天给大家来这个来讲讲这个啊 那么写在写先我来给大家一个样例 这个样例呢挺好玩 是那天我看这个谁 李青啊 他做了一个视频 推荐你看啊 这个李青这个效率思维啊 他用极高的效率 各种的软件眼花缭乱的展示 给你演示 他如何艰难的克服效率成瘾 我是没看出来他能克服效率成瘾 因为他这个 这效率太高了 对吧 这个这个 可能对他来说 这已经是戒断效率了 但是对咱们普通人来看 我的天啊 这个效率 各种快捷键绝对让你这个 头晕目眩眼花缭乱啊 但是这里面他用到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在屏幕上给你展示的 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截图 这是Dive on Think 这也是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 信息的管理和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呢实际上真的觉得自己一直就没搞明白这玩意 我对这种复杂的东西啊 基本上就是够用就得 不求甚解 可是每次看别人都能把它玩出花来 所以我就想 我说有没有什么方式你系统的给我讲呢 这里面上哪些我不知道的啊 给我这个来介绍一下 让我也能用的 像你这样啊 哪怕是你现在要戒断效率 能达到你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 所以我就在后面这手签啊给留个言 这个我把我自己放小点的 行 我说历青啊 做一个这个Dive on Think的这个专题吧 啊 还有人给点赞啊 这看着呢 目前事大觉得 哎对历青你就应该做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呢 他反降我一军啊 他说 那我在做用户访谈啊 请问一下 第一 你使用Dive on Think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 使用过程当中最困惑的一点是什么 这这这这简直这个糟糕了 对吧 我在底下我这个起个哄 居然还这个什么 还还居然还有这个 这这这这得做用户访谈啊 但是我就想 啊 我不能现在现炸自己脑脑子呀 那那那怎么能体现出 我使用卡片笔记的这个优势呢 对吧 所以怎么办 我就直接的跑到我的这个 Rome Research里 我不用Dive on Think这个词吗 对吧 怎么办呢 我拿这个词 搜 我搜这个所有的 我写的这些跟 Dive on Think相关的那些 这个内容 这里头是这样 Dive on Think被我做成了一个 这样的标签 Tag 所以它有一个单独的页面 你看这个页面 创建时间还是挺早的啊 是 这是花前年了 对吧 今年已经22年了 前年的6月份 我建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标签 但是实际上当时我看啊 这个Linked Reference 就是跟它已经发生关联的不多 更多的是什么 Unlinked Reference 就是这些没有发生相关 就是说这些句子 然后这些章节 这些片段里面都有Dive on Think这样的词 但是我没有进行这种显示的和这个 Tag发生的这个链接 好 那我当时当时没有86个啊 我就自己去把它这个浏览了一遍 大家注意这是一个什么过程 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整理的过程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没写一条笔记 你后面紧跟着到做一次加工 然后给他这个上标签 是很多人会告诉你 但是咱说实在的啊 咱咱咱说句心里话 谁能真正的做到啊 你你做到我佩服你 对吧 我是做不到 我是做不到 这个我是个懒人啊 所以平时就是什么呢 我写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打标签我就打 想不起来我就不打 所以这里面大部分的 它和这个词之间就是我包含这个词 所以我全文检索的结果叫做random access 就是它是一种随机关联 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这个词 所以我认为它有关 但是它有多有关 或者因为什么有关 这里没有 那么什么东西是我整理后的结果 我要把它达到一种cognitive access 就是我在认知上主动的认为 这两个东西相关 或者是我能把它和我当前的某一个某几个这样的主题聚落发生惯联 所以你把一些东西加上link 把它从这个 就是没有这种链接的放到这种有链接关系里 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整理过程 整理之后就是现在刚才给你看到了 这86个linked reference 是我觉得这些确实在谈我使用 divinsync的体会 我可以给它上面加一些 例如说再加一个标签 experience或者什么东西 中文也行 中文也行 然后有了这些之后 我再做一件事 我就是去看这些linked reference 就是都有哪些和它这个现在我手动的建立关联 而这些东西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我们后面这个素材的备选了 素材的备选了 然后我们又听说一个事 就是也是这个深刻他说的啊 这个我们得字底向上的来写 但实际上我对这个是有一个补充的 字底向上写什么 有的人说我写一个总结的这样的词 然后我在后面把这些材料把它支撑起来 不够不够 Rome Entangle的那门课里面 Jamie实际上他说过这个问题 应该写什么 写问题 写问题 就是我们组织的时候 不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标题去组织 因为标题去组织 你还是不知道这个东西 我真正那个逻辑结构是什么样子 所以怎么办 你用一个问题来写 然后我再给你来演示一下怎么来写问题 咱今天全都是这个比较low的啊 比较low的啊 咱今天不是这个形而上 咱就是全形而下啊 那么在这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例行不问我吗 拿它来干什么 我就想那从哪开始讲呢 糖尿余顺对吧 那天怎么办呢 先讲我是怎么样下定决心 很贵的一个软件对吧 虽然买了我也这个用的不太好 但是毕竟我在用 而且这个当时这也交了钱了对吧 然后怎么办 我就首先先来列这么样的一个问题 我是怎么样决定购买 然后我在我的这右侧开启所有的这些 你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这种这个材料吗 linked reference 然后在里面找到 因为是很早的时候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我当时是去买 当然这个不是说买那个最初的版本 我是从那个二点 二点几我就买了 然后这个是三点几要升级 然后我又去这个花钱升级去了 所以这个是当时这一部分 然后呢 整理之后就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上面 这个你看 包括当时教育优惠 然后购买的时候教育优惠 怎么怎么样 这些东西 然后在下面我又问一个 有没有什么教程 我现在找人家例清要教程 对吧 那之前我有没有接触到一些什么样的教程 他给我提供了哪些东西 然后他还有哪些欠缺的东西 对吧 有了这些之后 我再找例清来问 他需要给我提供什么样的 这样的指导 那么这个我觉得有地方是 所以我在这里面又去找 这个相关的这些内容 然后在这里 把它这个进行这种拖动 要把它这个拖进来 再放一下 刚才这个拖动 可能这个过程 大家没有看清楚 这是Dowethink的书 然后把它拖动到这里 那么这个问题就有了 有了一系列的问题 你再去组织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 逻辑上你自己看的就更加清晰 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些问题放下来 弄一个思维导图 二位平面上 把它这样再怎么样去延展 然后最后形成一个基础的初步的逻辑框架 有了这个框架 你再说后面的事 对吧 那么后面给你看看 就是当时的这个书 你要想直接的了解一下 里面当时什么 然后我点开这个书 看到内容 这里面举了一个具体的Dowethink 一个书籍 然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更新的时间 以及有什么截屏 等等这些东西 有了这些之后 我相信再去我们所谓的 传出一篇文章来 那它应该是一个富有逻辑层次 而且它有非常丰富的这样的素材来支撑 因为你是从素材打起来的 对吧 所以包括我刚才给你演示这个左右屏的这种 这个拖动 不要把它直接拖过来 一般我采用的都是什么的 这个进行这种块引用的方式 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直接的在这里面去填充而已 对吧 这个是给大家演示的一个 就怎么样叫做写在写先 这些资料可以上诉到 我去年的这个六月份 甚至有的是更早 因为有的是后来导入进来的 实际上写DevonThink的这事 可能发生在我的Evernote当中 可能就发生在DevonThink当中 后续导入的时间可能比这个晚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拖拽 就形成了一个字底向上的一个支撑环境 那这就是咱们说的 这个怎么样我们做到写在写先 这就是这种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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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